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知已經出現社區感染 卻還放人到處爬爬燥 7號晚間確認出現家庭群聚感染 市府派出機動篩檢隊進駐 8號上午新增三人確診 顯示疫情已經燒進社區裡 但直到快中午 市府才啟動低動清空作業 下午第一批才開始陸續上專車 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人進出 市府被質疑動作慢辦牌 B棟400多人該往哪送 寒點心北防疫量能 除了652床專責病房 防疫旅館共有2782位 指揮中心也提供400間集中檢疫所 治癒A棟505人 則是篩檢後先自主健康管理 我們昨天其實在第一個時間 機動篩檢就繼續大一班 那至於今天因為新增的懷疑 病毒病毒來勢洶洶 是否緊急補貨網 還是引發民眾擔憂 是否為時已晚 老師怎麼看目前這樣的情勢發展 看起來有點令人家感到十分的擔心 我們一再講就是說 這Delta病毒 它除了比Alpha病毒增加傳播力之外 它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會逃過這個免疫逃吃 讓這個疫苗打了之後沒效 是 所以我們從麻醉絲的這個例子看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他打了兩劑的莫德納 本土第一個打了兩劑莫德納突破性感染 所以如果今天他在同一個社區 為什麼他 所以我們都要訪問這個問題 他不就 這個問題 就跟我們過去常鋒機打了兩劑 所以疫苗突破性感染 這個是讓這個疫調更相形的複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而且我們也注意到幼兒眼裡面的一個老師 他也打了莫德納一劑 這個都是這個疫苗突破性感染 所以做這樣的一個防疫的防疫措施的時候 觀念上一定改變 還有我 其實我們從 當我們臺灣這個政府一直控制下來 到疫情控制住 奧法變動病 已經幾乎要千年的階段 我們一直在呼籲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從淨化一路進來的個案 不管在哪一個縣市 大家都要用最高規格的Delta 來這個處理 是 部長也是這樣講 是 那問題就在這裡 這個裡面我們看到一個 所有進來的人 七十二percent都是無症狀 如果你回溯過去我們境外移入 全部都是無症狀 這個無症狀帶來了 今天所有今天大家懷疑的 可能的隱性感染鏈的感染 人之一 因為這比過去阿華變種病毒 更加的讓人家覺得非常浪漫 因為無症狀嘛 是 你過去從境外移入無症狀 大概大概占到三十到四十 進來的通通送集中檢疫所 對 所以你看到他經過三三 陰性 我才能解隔禮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樣防疫還會在 因為他一定是從外面 不管你怎麼素顏 他第一個來源 一定還是從國 那為什麼今天會跑到社區來 這感染 這個地方就產生了第二個 我要講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觀念如果沒有改變 會影響到所有我們對於一方 就是說我們每次看到這個CT值 他的CT值 他很高的時候 並不代表那個CT值是在當時 他感染的CT值 所以CT值不要 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16119的案子 還記得那個機師 他是第一次檢測的時候 九月二十八或三十 對 第二天就變成十八 是 病毒量就變多了 所以這個病毒 剛才有呼應兩位醫師 其實再呼應一次 就是說Delta病毒跟過去病毒不一樣 他的病毒量千變萬化 所以你看他甚至有可能 今天一直在康復中間完了之後 我們在國外看到 他經過一個月之後 已經到CT值三十八 結果他又去另外一個地方工作檢測 一檢測之後變成二十五二十 這個例子 所以這些例子都告訴我們 這個 這個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監測 要化主動為 要化被動為主動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防疫都是被動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case 後來我們去匡列匡列匡列 可是我們一再一再講 我們應該對所有境外一路個案 所以他們常問我 他說休息老師 學校要開學 那怎麼辦 所以我常在有些時候在媒體上 我會跟他講 我說如果你的親朋保友 有從境外回來的 我建議你一個夜到一個半夜 也盡量不要跟他做close的接觸 那這個反過來今天反過來講 我們如果今天這個幼兒園 這個個案 他其實是暴露了一個很重要 他有一個特點是我們 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大家忘記說 今天我們看到幼兒園疫情劑 其實我們心裡就懷疑 大概就是Delta 因為以他傳播的這個速度 跟這樣感染 那屏東的Delta 屏東Delta為什麼守得住 還有我們一定要做對照比較 請問今天基斯人那個兒子在高職 為什麼他去學校 當然只有一天 可是他還是有接觸 可是問題檢測 全部都是陰性 兩千八百多人 所以對比之下 你就知道這裡面存在一個因素 就是這種幼兒 他根本沒有辦法做NPI 沒有辦法做社交距離跟口罩 所以Delta病毒一傳之后 才會整個傳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就告訴大家 我們的防疫觀念 一定要化被動為主動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真的要守得好 我們其實不見得說 一定要整個封或整個升級 而是說你對於這種案子 假設今天你這個案子下去了 你可能隱性臺氧鏈還是在設計 所以你要怎麼樣能夠 讓這個隱性臺氧鏈 把它斷掉 或者從境外 再新進來的把它斷掉 必須要做主動監視 而不是今天 被動的這樣子 一個一個這樣 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說 你每次都被病毒在追 一直在追 但是你講話 被動為主動 剛剛主管庭提這個案子 不是 那為什麼 如果八月中旬 你已經有孩子 又有家長出現了 呼吸道方面的症狀了 而且這裡頭有發燒 有咳嗽 為什麼會在新北的基層醫療院所 完全沒有警覺 沒有通報呢 為什麼 來這個文醫師 你剛剛講這個例子 你不要覺得很意外嗎 是的 那其實我們醫師在做病史的詢問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很重要的就是TOCC 你的接觸史 可是這個接觸史 有一層 有兩層 有三層 這個第一層 假設這個病人 他周圍的這個家人 就是第一圈 是 然後這個家人又去上班 那個上班的工作場所 就是第二圈 然後這些工作場所 同事的家人就是第三圈 那所以說我其實我今天有帶一個表 來是給大家看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 這是今天的數據 今天 昨天到昨天為止 我們總共全國 臺灣的醫療院所的醫師的通報 總共通報了多少人呢 通報了三萬一千五百六十六人 那做出來陽性是十二人 也就是說 這個是全臺灣醫療院所的醫師 通報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其實到了最近 從五月以後 那個這種疫情暴漲的時期 我們只要一聽到是發燒 然後流鼻水 咳嗽喉咙痛 全部都通報了 不管你有沒有什麼TOCC 因為社區都已經隱形傳播鏈 都不曉得在哪裡了 所以我們是全部都通報 那所以說在這個當下 其實現在因為基層醫師 其實已經很苦了 第一個 因為很多嘉義科的診所業績 已經掉到剩下十分之一 然後只要有一個確診者進來 我們現在是不管穿什麼防護衣 全部都是衛生局 叫你勒令停業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你接下來很難工作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讓新北的診所完全沒有通報嗎 這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能性 確診就要被勒令停業 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能性 即使寄出了獎金 也沒有辦法讓基層醫療院所遵取 應該要有SOP 是的 那我這個數字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基層的醫師 已經很大量很大量的通報了 那但是偶爾你總是會有一些狀況 其實醫生也是人 我們也是會有一些鬆懈疏忽 的時候 你看到小朋友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幼兒園 大概很少有這種什麼出境 什麼之類的事情 而且入境回來的人全部都先去關 關了兩三個禮拜了才出來了 基本上我們認為這機率是很低的 所以說難免會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真的是就是後續的 就是大家這個整個社會的制度 然後我們工部門的政府單位 的一個這個管控的這個匡列 那確實去做好 那才能夠防止它再擴大 不能盲目獵巫 因為他們8月5號進來 他已經完成檢疫了 然後是兩個PCR 一個快篩檢疫之後 才去解隔離的 來這個兩位要補充 張宇宙老師 對 我一開始我要補充的地方是 對新北市為什麼 我不太放心的原因是呢 剛才原知議員說 不能拿屏東來做比較 我認為剛好可以做比較 昨天這節目我講過了 屏東那時候這個 Delta確診的條件 是比較明確比較簡單的 你這個零號感染源 是很清楚的 秘魯回來的祖孫 然後一開始出使的傳播鏈 就白白見車司機 還有這對祖孫取過訪療醫院 所以說來源是明確的 但人家動作有夠快 所以說在用最快的速度之下 去設立這個篩檢站 然後請王必勝下去支援 去做PCR的檢測 匡列了一萬多個人 人家超前部署 嚴陣以待 條件非常清晰 可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新北市線的問題是有夠複雜的啦 感染源不知道 浪費了至少三天的黃金時間 直到今天開始呢 才逐步在板橋那個幼園附近 跟那個社區啊 開始要設立所謂的快參賽 或是呢開始要做PCR 一來一往之間 這當然可以做比較嘛 還有我們來比較侯市長的態度 我覺得防疫喔 基本上有兩個極端要避免 一個是要全有跟全無 什麼叫全無呢 佛系防疫好了 就像是英國最早的 說要讓全民啊 稍微呢這個確診有抗體 後來發現這個是失敗的嘛 英國強生首相 基本上也承認這樣做是錯的 另外極端是什麼 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 我就告訴大家 我封城 我三級 那你乾脆學中國好了嘛 所有東西呢都切斷人民的食衣住心 不是這樣解決問題的 一個有擔當的或是有治理能力的市長 我剛才所說了 你面對當下的狀況之下 你不是只有止血斷點 不讓它擴散 你是不是要把源頭 還有呢匡列 溯源 疫調 把這件事情做好 屏東的事情就可以做對比 因為我說過條件的不同 唯一喔 新北市啊 還有兩個 還有另外一個不利的條件是什麼 屏東當初是三級 而且很多確診是被匡列在隔離之中 所以說呢是鎖在三級 或是後來被發現確診的人呢 已經是居家隔離了 它沒有去影響別人的這個風險 而新北現在是什麼 它是處在兩級的狀況之下 而且呢感染源不明 很多人在外面爬爬罩 面對這種隨機式的接觸跟感染 除了我呼應陳修昕老所說的 我們一定要做NPI 因為突破性感染 現在呢 引誘已經出現 台灣之所以能做好是NPI 除了NPI之外 新北市政府難道把防疫的措施 寄希望於全部的市民 只做好維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請洗手嗎 這是我認為新北市 現在要趕緊補課 把這三天黃金時間沒做到的 抄前部署回來 來周冠廷 現在新北市政府的速度 就是一直追不上病毒的速度 我剛剛講的這個訊息 其實很多事情一直一直在揭露 其中有一個個案 他是已經去診所 這個不是醫生的問題 我說基層的醫療 其實很辛苦 但是我先講 新北市政府沒有要求 也沒有去督導 所以他比起其他縣市 這個是真的比較薄弱 可是我講這個個案 醫生其實有發現 你可能有被感染的可能性 所以醫生給他的 就兩個選擇嘛 一個選擇是他直接通報衛生局 另外一個選擇是送到快篩站 結果這個個案 其實這些訊息都可以供檢驗 我現在講的這個個案 他是醫生請他去快篩站之後 小朋友家長帶得到快篩站 結果到快篩站口 看到需要預約 工作人員就在那邊 也沒有警覺 就當他走了 他就沒預約 就到現在 所以這兩天訊息爆出來 就是我剛才解決這個例子 就是整個螺絲是鬆了吧 新北市政府一直在追著病毒走 可是他很多前端應該要溯源 前端要去警覺的沒有警覺 他居然可以讓一個醫生 已經把他轉介到快篩站口 然後結果已經到了 結果那個家長最近 他的對外的講法 因為這個訊息都會傳出來 他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到他上面看著 還要預約 我就沒預約就走就回家 結果他是現在的 Delta病毒的確診者 這個不是新北市政府的問題嗎 你設快篩站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塞出來 醫療人員也轉介過去了 當然有幾間 後來現在慢慢的訊息接受出來 有幾間診所 可能也是沒警覺到 可能也是忙 可是你有警覺到的 你有送去快篩站的 結果到快篩站的門口就讓他跑掉 這怎麼不是新北市政府的問題 你舉這幾個例子 他的動線 你會知道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 應該都知道 包括這些醫師 應該也要被匡列 被隔離 應該積極面對Delta 可能都要送集中檢疫所 你說醫師不會回家嗎 那醫師娘呢 你們有沒有家庭 有沒有小孩子 有沒有阿公阿嬤 你看到這個裡頭 我們在CG裡頭看到 總共22例當中有孩子 孩子9個 包括1歲的一個兒童的妹妹 那家長好像有4、5個 其中還有老師 裡頭還有外婆跟阿嬤 你知道外婆跟阿嬤為什麼確診嗎 因為來看孫子 接觸史 他只是來社區看孫子 就中了 那還好呢 昨天有幾個案例 就是說他們有小朋友 隨著爸爸媽媽 去彰化也是看阿公阿嬤 去台中跟他也是 索性剛好在往外擴散的部分 阿公阿嬤是還沒有中 可是今天還是有一些阿公阿嬤 還是因此中啦 來 蕭惠 我覺得阿公阿嬤會中 其實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就是家庭群聚 最主要就是共食嘛 你沒有公塊母吃的狀況 坦白講 你在家裡比較關係好的那個 大家的台灣人的習慣 飲食習慣就是你一口我一口 然後大家一起去同一個碗 那個菜盤裡面夾菜 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阿公阿嬤疼孫 可是我真的是要順著呼應 剛剛宇曹老師還有冠婷的講法 我覺得不是只有兩個光譜極端在可怕 佛系防疫可怕 還有過度嚴格在可怕 還有一種可怕 就是我們新北現在這樣的可怕 就是你看起來好像他什麼都有做 他疫調匡列隔離看起來都有做 但是問題是疫調的過程 就是會有落鏈的 那匡列的就是範圍看起來也不夠大 那隔離的那到底有沒有隔離紮實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那你如果把這個範圍 能夠清楚的告訴大家 那你不是只著重在你嚴格的形象 而是你做出來的事情 真的就是我們看到真的是做好做滿 你那個每一個案件 在場幾位公務老師都沒有意見 都說對就是這樣框好框滿 那我們在要求基層診所通報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查核的機制 你可以看到說我現在量 到底跟最近的是不是有攀升 是不是有下降等等 每一個狀況你其實是應該要花心力 去做減和的狀況 所以我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說 新北市現在就是讓我們最擔心的 再說一次像剛剛的例子 你同樣是去一棟要清銷的大樓 去看它的清銷狀況 況新北市高雄市兩個團隊 做起來的紮不紮實 防疫能不能成功 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來聽聽看陳時中今天對於在基因定序之後的重大宣布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基因的定序確實是 好我想請教包括鍾北先生醫師 包括陳秋席老師 Delta第一波攻進台灣是在屏東訪山訪寮 當時第一波攻進來我們看到的是屏東縣長潘夢安 在當時總共採檢的多少 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三人 這裡頭訪山訪寮市場的三大專案 好居家隔離還有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三千八百七十五 他第一時間趕快進行隔離 而且採檢的人數有這麼多 第一波攻進來我們看到擋住了 潘夢安擋住了 第二波就在最近攻進哪裡 攻進桃園 因為長榮機師也確定也是Delta病毒 這是長榮機師這個案子從16119到16120 包括傳給他的兒子 長榮一千五百人PCR的採檢 所幸大部分都是陰性的 包括了這個高職生因為重了之後 匡列學校跟老師兩千八百四十五人進行採檢 大部分也幾乎都是採檢都是陰性 而且在今天進行第二波 那我想請教的是以是新北現在來講 新北來講從九月五號公佈了 公佈裡頭匡列多少 第一時間第一時間九月五號 觀眾朋友如果依照卓冠廷所講 八月八月中旬基層醫療院所 已經有不只一個孩子跟家長出現上呼吸道的 一個症狀了 而且感冒咳嗽發燒都有 如果八月十五號已經公佈了 這個時候已經爆發了 新北市第一輪九月五號這樣的匡列夠嗎 接下來呢在這個禮拜二 它匡列多少累積我們是累積的 這次變成182人 到了九月八號是來到星期三星期三的今天多少 四百一十一人一直到目前一直累積到 一千零六十二人 這樣的一個數字一千零六十二人 然後請教周白鑫醫師跟程序醫老師 你覺得這一回新北擋得住嗎 可以面對這一次Delta病毒 像桃園跟屏東一樣嗎 來 你怎麼看 我們來看屏東 我們認為跟新北有個幾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陽性確診者的CT值 它病毒量其實不太一樣 第二部分就是屏東是一個地廣人稀 人口密度少 室內空間少 沒有到宗捷運系統 而且人與人之間的一個交通比較單純 但新北市一個重大危機 因為它是大樓群聚 它人口密度之高 會讓R值會進一步會增加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是 新北市目前最大問題是系統性問題 從剛剛委員所 主任所說的那個採檢 沒有事件預約不能夠做 其實我們聽到不只一個了 很多人請他去採檢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的一個中間的一個 系統性問題就是說 診所啟動採檢專案 是不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要藉由我們的一個資訊天才 去設計一個立刻連接醫院 不去的話直接請他去做 因為這部分醫師已經有警訊了 他沒有去做的話 其實這基本上該怪誰 所以是系統性問題必須要補起來 地方的衛生局應該要承擔 各地方的衛生局 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吧 但是110萬的簡訊之亂之後 很多醫院的一個部分的採檢 其實它的能量受到限制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到底我們要不要設定一個 專責的一個採檢中心 這是未來冬天要去做的 我們現在醫師的問題就是說 你說發燒 咳嗽 一定就新冠嗎 不一定啊 我們一堆的病都是咳嗽跟發燒 所以現在診所醫師最大的困擾 就是說他不一定有快篩工具 就算有快篩做了一次 就能夠確認也不一定 因為快篩工具 它的吸體值30以下才會出現 30以上 它的一個尾硬性的機率很高 所以這個全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說冬天快來了 光秋天開始一些呼吸道 疾病增加的情況下的話 新北市的案例提醒我們了 就是篩檢有漏洞 篩檢中心的能量不足 篩檢要等候 所以當我們第一天的一個區隔 只有一百多人 我們問題就是說 如果PCRD就出來的話 我們的一個區隔可以立刻放大 因為我們會發現原來大樓也會傳染 原來工作剛剛也被傳染 所以跟屏東比較起來 新北市敗在於隔離的速度不夠 就是整個採檢的速度 到目前為止的話 都陸續在完成 可是我們一直覺得 這速度應該可以更快 所以這些速度不夠快 就會造成第一圈 第二圈跟第三圈的部分 一直要到三四天之後 才能夠抓到的話 中間就會產生許多的一些 遺失的病毒 會造成後續的連續傳染 是 從第一時間 包括第一時間是 匡列的是三個學校 五個班級 三個學校才五個班級 來 這個吳醫師 你自己覺得呢 其實因為這個Delta病毒 它這個傳染力實在是太強了 它很容易造成周邊的這些影響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匡列的部分 我想跟周醫師講得非常好 我想可能要有一些工具 一些好的工具 來強迫大家 來 匡列是不行的 你不能跑掉 那其實我自己在基層院所 在做過 大概從五月到現在去做快篩 做過很多很多快篩 那我們其實在兩個禮拜前 我們也有做到這個 那個第三波的 就是第三圈的這個快篩 他這個是就是一個員工的 一個員工的老公 就是一個企業的員工的老公 他是後來是被確診的 那所以說我們後來就是把他們這整個公司 大概好幾百人都抓來篩了 而且都是做PCR的 那其實這個到了第三圈 這個其實是第三圈 那第三圈那個目前我們做了一百多個人 全部都是陰性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觀察這個病毒 其實大概還是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那個傳染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可能要密切接觸 要夠密切 如果只是上班 大家口罩都戴好 每個人做自己的工作 其實還不太那麼容易會中 所以說現在我覺得目前的匡列 當然現在已經檢查了好幾千人了 那我想可能在這個階段 目前看起來在新北這個地方 如果如此的密集 只有一千多人的匡列 那甚至採檢量還持續在增加 因為已經第一波之外了 第二波跟第三波新北 新北是三百萬人口 是全他們人口最多的地方 這樣處置措施 你真的放心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先從這個這一波第一圈 現在前面這幾天的這幾千人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狀況 可以從這個東西再來做滾動式的調整 如果是說目前框起來 大致上感覺好像就是僅限於這個 這個第一圈第二圈的話 那所以其實大家應該也可以也要稍微就是說 因為之前阿中部長為什麼會講說 其實現在還可以再觀望 就是要想要看第一波的這個結果 再來做判斷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再等個一兩天 再來看看這個有沒有需要再擴大 是因為他今天有強調說 我當然關心感染源 但是感染源應該要更多科學化的論證的數據 否則一下子把定義這個埃及人言之過早 定義是臺北這個女麻醉護理師也是言之過早 科學家當然以科學論證而不是憑預測說 可能是重的他是感染源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他特別強調的是什麼 我當然關心感染源 可是接下來的疫調跟匡列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Delta病毒 才是現在的首要的任務 來陳秋席老師 我想那個屏東跟這個 還有一點很重要不一樣 我稍微跟大家回顧一下 當時屏東發現的時候 你注意看秘乳主存款CT值都很低 都全部在十五以下 其實我們當時看到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也很害怕 病毒量很大 對 但是這個也相對是有好有壞 因為表示那個時候的感染 是剛剛被感染 是 所以他很快的就是做了 這樣的隔離檢疫之後 把這個疫情控制住 那為什麼今天這個幼兒院很複雜 因為除了傳染源很難去認定之外 你看他CT值高高低低 這就是今天看到 起碼你只要看到CT值 有出現在十五以下的 跟三十以上的 大概三波跑不掉 三波 對 至少三波 因為CT值變高 其實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為什麼Delta病毒的防疫觀念 一定要化主動 化被動為主 因為CT值在很 而且他是無症狀 他沒有去檢測 他不知道 所以他在CT值很低的病毒量很高 傳給別人 他並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他CT值很低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很緊張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舉那個例子 為什麼那個高值CT值十 要匡夜這麼多人 兩千 就是因為他CT值十年 可是他之所以會被擋住 就是因為高值這個部分 NPI還有可能 還有社交機率跟口罩可能擋住 可是來到幼兒院這邊不可能 可是幼兒院如果不可能 同時在同一個感染源感染的時候 理論上他的CT值應該要蠻一致 可是問題是他CT值有高高低低 表示他有些人已經感染了 目前在康復中 所以康復中 因為你是現在一直用回溯嘛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做回溯 就是說你回溯到他時候 他已經康復了 所以他其實這樣高起來 可是他在什麼時候感染給你 你不知道 所以這也是造成今天 你回溯感染要找到感染源的 這些從埃及或者是那個老師 或者還有老師的這個老師 他的先生 這些感染源的認定 就會變成有很多的這個resources 我們要很多的這個sources 我們要去把它認定 才有可能 你覺得侯友宜應該 間級旅局應該怎麼做 我想R0指 這個案子 一乘九 九乘九八十一 八十一再乘九多少 七百二十九 繼續傳下去 會很可怕 我想想小心 那個東西就是沒有 沒有NPI的措施之下 這樣算沒有錯 那我現在是想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大家一定要知道 三個至少要查三個禮拜之後 才有辦法瞭解 這個感染鏈有沒有可能被阻斷 這絕對不可能 今天在短期之內 因為這個Delta鏈 一旦傳染之後 所以我們不要看到說 這個地方的旁邊 檢測全部都是陰性 就表示這邊都沒有事情 那我請問你 埃及這個 他進來三次檢測都陰性 他到最後為什麼會變成 又是確診科案 所以他有些時候在隱形 隱形鏈的時候 他可能 也許他是被感染有可能 因為病毒量可能剛開始 正在升高的時候 你測不出來 可是等到升高的時候 你就以為他陰性 你就跑掉了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 你多次 你要多次檢測 可是多次檢測回來 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 所有遇到Delta病毒的人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如何加強 能夠做基加快篩 而且是要由執政者 當政者去支持這個市民 這個接觸者 匡列的人 他在中間一定要再加 所謂的基加快篩 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今天三次進來 中間一定要加一個基加 基加快篩有什麼好處 當他病毒量變高的時候 你剛好基加快篩 去把它抓出來 那這樣子他才有辦法 把這個整個路線 傳染鏈把它切斷 那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沒有習慣做這個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的地方 我們到現在 我們地方政府跟中央 不是講了四大篩檢政策嗎 我講過多少次說 從這個社區 這個診所的自費 以及這個企業 還有基加快篩 四大篩檢政策 但是這個下去的時候 地方到底有沒有去 落實這個基加快篩 這個是要加強 那地方呢 現在此刻 難道不應該廣設 這個快篩站嗎 當然這就是我們 你覺得現在新美市政府 設得夠不夠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改變 我們認為這個 Delta病毒防疫措施 如果我們的觀念不能 我剛才講話 被動為主動 就是這一塊 可是人民需要被 被教導 被交易 知道說這要怎麼做 而不是說今天 你告訴他說 你就要給我做基加快篩 他需要被輔導 所以我們整個防疫的措施 在Delta病毒 就一定要改變 這個這樣觀念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看 看不到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很優利 所以你問我說 這個case真的是 起碼大概要查兩到三個禮拜 才有辦法看到這個鏈 他止血在哪裡 我希望不分黨派 該讓王必勝進駐 就應該讓王必勝趕快去進駐 來蘇小會看到什麼 現在真的他找對方向了嗎 新北市政府找對方向了嗎 臺灣要不要升級 就像陳時中講了 要看新北這一波的疫情 可不可以控制得住 那新北疫情可不可以控制得住 必須你不能畫錯重點 你不能夠找錯方向 該匡列的當然第一時間 我說你第一次 你只匡三個學校 三個學校 然後呢 三個學校裡頭五個班級 所以很多的家長說 怎麼會這個地方沒有匡呢 如果原始的那個幼稚園發現的時候 他位於鬧區裡面又有shopping center 這附近又有捷運站 裡面又有傳統市場 它是位居一個交通要塞 你可以想見來來去去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會傳很快 可第一時間的匡列 跟第二時間的匡列 甚至到現在 真的夠了嗎 找對方向了嗎 來蘇曉慧 是 謝謝剛剛三位醫師 前輩這樣子的建議 那我尤其聽到這個秀希老師的說法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說 很高興自己在設想的時候 覺得沒有想錯方向 我其實一直在想說 如果我們是侯友宜侯市長的話 那我們現在會想要做什麼 確實我剛剛一開始在節目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從穩定疫情 控制疫情 穩定經濟 還有安定民心 這三個面向來講 所以如果我們是可以建議新北市政府的話 我們確實第一個在控制疫情的部分 也許我們既然知道現在的熱區重鎮區 是在板橋附近這個地方 那我需要做的是快篩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其他地方 我現有量能的快篩 是能夠挪移到板橋這個地方來 這是第一個嘛 我的快篩站的量能 既然其他部分現在還沒有那麼著急的話 那我有沒有可能把我的快篩量能 或者我想辦法快遞或者等等 有什麼方法是新北市政府可以把我其他快篩站的量能 連結起來 以至於讓我的重熱區篩檢數量增加 這是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就像周醫師說的啊 那有些是我基層診所已經篩出來了 可是他偏偏他就不去篩檢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比對 因為您剛剛說的的話就是 基層的診所醫師已經通報了 既然通報他就會有一個數量 一個數字在那裡 那我的篩檢站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連結起來 全台灣只有一個唐縫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我們什麼都靠唐縫嗎 新北市的衛生局有沒有辦法把 我們就先再說一次 我們說的是重熱區 我們把這個地方先資料串接起來 這是不是有可能做到的 我覺得侯市長還有新北市的衛生局 要不要趕快去想一想 到底可不可以應付的來 趕快匡列出來 可是雙北都讓我們看到 因為你們的疏忽 這樣隱形傳播鏈是不是早就造成 我為什麼舉這個例子呢 來趙義昇老師 台北市呢 今天的一個本土加一是什麼 因為北投的孕婦呢 被先生感染了 然後判定呢 他的CT值呢 是應該是比如說32、33 是比較不會去傳染的 可是呢這個案例裡頭呢 他的先生是6月份就感染了確診 說這個案子呢是因為當時懷孕 對PCR有抗拒 但是有完整的居家隔離 因此要到醫院生產的時候必須做PCR 結果發現他中了 好中了 CT值32認為比較不具有感染性 觀眾你想想看 先生在6月份中了 太太因為是孕婦拒絕去做PCR 到後來要生產 一做之後 天啊也中了 6月到現在 包括你的過程裡頭 你難道只是關在家裡嗎 你不會去產檢嗎 你真的不會去購物 不會去買菜嗎 你沒有跟友人之間的互動嗎 我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從臺北市一直到新北市 你有沒有覺得很多的疏漏 就是造成今天隱形傳播鏈 一直在造成 來張宇宙老師 主持人剛才說得很好啊 他在臨盆之前 難道都通通 因為他先生確診的關係 然後呢解隔離了之後 他也乾脆 通通在生產之前 也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也都不用出門 也都不用去跟親友接觸嗎 基本上這是不合邏輯的事情 防疫基本上雖然強調人性 可是什麼在這個人性之前 一定是法律 一定是規定 一定是防疫的基本客觀邏輯 如果每個人各自為證 都有自己的見解 譬如說呢 當事人認為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醫生認為 好吧那我就網開一面 主管機關認為 好吧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給他一個創造性的名詞 那如果所有 我們可以說這是個個案啊 但是什麼時候變成同理 當每個特殊的個案 你都賦予他特殊見解的時候 A一案 B一案 C一案 久了之後累積下來 就變成冠廷所說的 新北市目前面臨的效果嘛 這就會累積成為防疫的破斗 那關於你這邊要補充什麼 我最後補充 簡短一下 其實我真的呼籲新北市政府 要談談面對自己的疏失 我們看到這個 整個是通報的一個疏漏 所以造成了現在可能的這個結果 其實新北市政府 我這裡真的要鄭重呼籲 你們也不是做這一件事情而已 前天晚上11點多 為什麼大家看到新北市政府 臨時在半夜宣布 說停班停止上課 跟公布說已經有實力確診 新北市政府 我在這裡鄭重呼籲你們 你們真的要相信 你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會被公開的 下午到晚上的階段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消防局的同仁 接受衛生局的通報 去接到疑似確診者 而且他的狀態 初步的醫療人員一判斷 就這可能不是阿法 事情可能就大條了 他們到了晚上8點 9點 所有的媒體朋友都在等 你到底要不要什麼處置 他們第一時間的態度 還是想要改 所以拖多拖 到最後是已經 想要改 因為他們沒有馬上做處置 已經到了晚上 所有的人 在新北市的府會記者 然後所有的消防局的同仁 已經很多出去載好多趟 說這事情很大條 所以他們去載的第一線人員 他們研判這應該 這狀況就是 應該 對 就是這有狀況的 狀況 對 它應該要趕快處置 可能不是他們認為的阿法病毒 對 那因為狀況不一樣 現在有一種病徵 各方面 初步先講 這個是不一定確實錄 可是 基本上大家要有警覺 那所幸 這我昨天還是要講 亡藥亡捕了 我又未完以 新北市政府到最後是 大概在晚上11點 然後確定就是隔天停判停課 我還是要謝謝 就是說 他們 我認為他們中間有一度 我不敢說是掩蓋 可是是有在評估跟討論 可是真的是被大家 基層的很多朋友 懷疑說你這就掩蓋啊 不然這些消息 不會傳到我們這邊 那大概到了晚上 就是超過 其實後來判斷確診是10位嘛 第一時間的公佈 但其實 再過去疑似確診者 是超過十幾位的 那那個數字就已經多到 就是跟以往的案例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新北市政府 這也真的正宗呼籲 其實你們的作為跟動作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啦 大家都是會監督你們 這些事情也都會被談在陽光下 我覺得談一面 那最後要講 其實你們該尋求中央幫忙 就要尋求中央幫忙 今天我們王畢生先生 他要願意去幫忙 那中央可以進駐 其實你們應該open mind一點 就是歡迎 因為現在確實新北市有困難 那真的不要一直想要自己 個人英雄主義 我覺得這對於市民不好 對對 不分黨派 該幫還是要幫 因為台大這個麻醉磊護理師 他自己本身是打了兩劑的莫德納 突破性感染 是本土性的第一例 打了兩劑莫德納 依然還是確診了 那依照我們現在的規劃裡頭 希望把這個覆蓋率呢 接下來包括了12歲到17歲 甚至20歲 21歲 23歲 你有不同的一個選擇 打疫苗 現在還是非常關鍵 保護自己 更是保護別人 說真的 不要抱持什麼非BNT不打 非莫德納不打 有疫苗輪到你 真的就趕快去打 不然說真的 你不只害了自己 又害了別人 好我們歡迎國民黨的桃園 市議員黃靖平 包括知名的律師 黃帝與黃律師加入我們討論 告訴大家 威爾許基金會 在九月八號 已經公佈了 就是威爾許化學獎的得主 這是前中原院長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的會長翁企會由他獲得 這是臺灣第一人 我們要看的是 有人說他下一步 就可以拿到諾貝爾獎了 但是想想看 當翁企會翁院長 如果哪一天獲得了諾貝爾獎 可是在司法 甚至我們公權力單位 工程會跟監察院 還讓他蒙不白之冤 你覺得我們這個國家是怎麼了 我們的制度到底怎麼了 包括了要討論 退休警察 小子哥的爭議 持續在延燒 今天立法委員莊瑞雄的 北區服務處的執行長林延鳳 到分局長檢舉告發了 認為他造謠 執法犯法 可是有人說 沒有啊 他指控裡頭 都沒有寫 謝祥廷三個字啊 又沒有謝維舟啊 真的拿他沒有辦法嗎 來我們看這個大現場 然後請教黃定宇律師 以翁錡惠這個案子 法官都已經是打臉檢察官 你們根本憑空在進行起訴 司法某一種程度已經還他公道 可是我們公權力單位 包括工程會跟監察院 依然在破壞林業他的人權嗎 還在侮辱他的名譽嗎 確實翁錡惠前院長 他因為這次得到了這個威爾許化學獎 他是臺灣第一人 他是非常國際上面 非常重要的化學 那他下一步就是大家認為說 呼聲很高就是諾菲爾獎 那這個在臺灣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科學家 但是他過去在司法 這個號鼎案的這個事件 其實影響非常重大 是對他的聲譽上影響重大 那剛才小君姐特別講到說 監察院還持續在破壞他嗎 其實監察院現在兩條線 一條線可能是舊的監委 就是這個王美玉這邊為主的是說 那我持續要追究他 但是有另外一些監委 包括我現在拿到監察院 最新的這個新聞稿 這個是王宥玲跟蔡崇義 法官出身的蔡崇義 他們提出了一個調查報告 他這個調查報告主要在講什麼 他說號鼎案當時發生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媒體大張旗鼓講說 你這個裡面有涉及到貪污 然後媒體還到去包圍說 什麼時候去搜索都知道 然後翁啟會回來的時候 還媒體去包圍 為什麼會洩漏住這樣的一個 偵查的細節跟秘密 因為後來判無罪了 所以監察院開始重啟調查 是說你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違反偵查不公開 你當時泄密是用這種獵污的方式 用傷害這個應該算是院長的 這樣一個生育的方式 在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就正案要求法務部要檢討 這個就正案 那他裡面有一個特別要提出來 是說目前這個翁啟會 他有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的法律狀態 第一個部分是說剛才小菁姐特別講到 監察院是不是還持續在追殺他 這個部分是因為過去在馬系監委的時代 把他做了一個彈劾 那彈劾案之後 後來經過工程會 這個工程會去把他做一個 類似申戒的處分 那處分之後後面要持續在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說 為什麼監察院有兩套版本 一套版本跟你說 一套版本跟你說 這個要持續要追究他 另外一套版本是出現 監委的意見說 這個其實沒有這個責任 兩套版本是因為後面法院判了無罪了 那在士林地方法院 這裡面三個部分 最下面是講說 其實你當時去講翁啟會的計轉 拿號頂的股票 這個地方貪污 那個時候大張旗鼓 媒體宣布鋪天蓋地的 去報導這件事情之後 法官在裡面發現說 這個所謂的計轉 跟他的這個持股一千張 或者是三千張女兒的持股 其實沒有那個對價關係 沒有公權密的一個亂用 所以他把他判了無罪 檢察官自己研究了半天說 其實真的依照法院的見解 可能是無罪的 所以他放棄上訴 所以案件確定是翁啟會無罪 所以在第三點的部分 他跟你講翁啟會現在是無罪的狀態 那回到第二點是說 監察院過去雖然對他做了彈劾 但是有一個部分是翁啟會救濟成功 是說我當然是對你說 你沒有這個利益迴避 然後翁啟會當時救濟提起訴願 救濟完之後發現說真的 這個監察院當時誤判了 所以後面監察院說 我們查了最後是沒有這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只剩下一件 一件就是剛才小軍姐講到是說 那他有沒有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目前還在 這個工程會上面做一個爭執 也就是我們現在媒體看到了說 監察院好像有兩套版本 一套版本是說 這個過去馬系監委做了彈劾之後 這個持續不管是王美玉當時留下的監委 他持續在那邊說翁啟會還是要追究你的責任 那另外一部分的監委是說 這是查明的 已經法院判無罪了 這裡不應該去追究 那我要講的是說 對於臺灣過去從宇昌案到後面的浩鼎案 都是很多外行的人 用這樣的一個應該算是獵巫的方式 讓給媒體說 這你看多少選議 到後面司法 其實為什麼講宇昌案 當時的那個鋪天蓋地選舉期間 那個對多少的這個科學家有多大的傷害 對臺灣的生計產業有多大的傷害 到最後選完判了一個說 那個你當時的抹黑 要判賠兩百萬給蔡英文 這已經來不及了 選舉都結束了 對於國家的產業已經是影響很大 同樣的浩鼎案在這邊 翁啟會你看他算是得獎了 可是在這幾年的期間裡面 浩鼎案的鋪天蓋地 監察院為什麼提個調查報告是說 你當時的這個操作 用這樣媒體的鋪天蓋地操作 用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方式操作 對臺灣的這個科技業 對臺灣的產業的發展有多大的影響 在這邊他要求糾正說那你應該要 法務部要去做檢討 法務部應該做檢討 可是監察院自己呢 你當時是根據起訴進行彈劾 後來不起訴了 已經判無罪了 你還試圖要影響工程會 然後呢 王美玉告訴大家 他是在行使所謂的監察權 是這樣子嗎 這是在踐踏個人名譽嗎 我們有這樣的國家有這樣的制度 對嗎可以嗎 來趙醫生老師 監察院存費的問題 基本上還有待朝野做協商 雖然民進黨的立場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但是在還沒有費考監之前呢 那我們還是尊重監察委員行使的 獨立的職權 但是呢這個獨立的職權呢 不是讓你作為政治惡鬥或是去惡搞人渣 今天呢這個王美玉監委啊 基本上辭的緣由是什麼 他辭的緣由我覺得非常非常可笑 他說我在行使獨立的職權 這是憲法所賦予給我的 但是剛才主持人跟黃定玉律師說得非常好啊 你所引述的緣由 也就是法律的爭議 基本上這個正當性已經完全消失了 不論是有關於隱匿財產啊 或是貪污的部分啊 當初起訴以審判無罪之後 檢幫基本上放棄上訴了嘛 也就是呢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在法律上的效益已經消失了 所以你繼續持有當初啊 彈劾或是移交工程會的 這個正當性跟緣由 今天已經不存在了嘛 還是因為你是馬英九 我最討厭 也不喜歡這樣說啦 你骨子裡啊 還是因為藍綠嘛 或是呢 因為意識形態作祟嘛 因為翁愛是在2016年3月份的時候發生 那時候政權基本上還沒有做交替嘛 所以說馬英九那時候的政治動作 大家記憶猶新啊 就是讓翁院長那時候不上不下嘛 把這個難題呢 丟給啊民進黨來處理嘛 故意啊可作為不作為嘛 或是把它導入啊 監察院的這個彈劾的過程之中 所以呢我覺得 輿論要扮演了正確的監督力量之外呢 陳菊扮演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這個主委 是不是應該要了解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是來我請教的是黃靖平 胡搞瞎搞嗎 監察院底下會有委員胡搞瞎搞 院長會不知道嗎 聲稱他剛剛提到 欸對耶 人權委員會 翁起會的權力 現在正在人權受到破壞 陳菊你會不知道嗎 來黃靖平怎麼看 那監察院本身我會建議說院長或是副院長 如果你有這個職權 那其實你也可以再召開全院的這個委員會議 或把這個監察委員就找出來 民憑這樣一個這個聲音 每一個監察委員的職權 就跟立法委員的職權是相等性的 那翁起會他會擔心這個這個申戒影響他 就是說 因為在國際很重要的一個獎項 2014年翁起會他得到了這個沃爾夫化學獎 那2015年他得到了英國皇家學會的這個羅賓遜獎 也是一個基礎化學獎 那2021年也就是今年他得到了威爾許化學獎 那這三項化學獎的共同的焦點 都是跟在推廣及促進基礎化學的研究 算是有貢獻有功的 那國際間一般認為這個三個化學獎 你拿到了兩個或三個 也不敢說大滿貫 你接下來可能就離這個諾貝爾獎 研究 諾貝爾獎的這個這個路很近了 那我們可能擔心 因為國際間對學術是有很崇高的這種地位之外 你的這個道德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三個研究獎 給了翁起會的他的肯定 那諾貝爾獎就不一樣 是國際的這個桂冠殿堂 那世人都會用比較崇高的眼光去檢視他 他如果是無罪的話 為什麼要 法院現在是因為他一審判 2018年12月28號判了無罪 一審判決無罪之後 檢察官也罕見的沒有提出上去 翁起會院長的這個案件 其實是發生在2016年的3月 那恰恰好是我剛剛當選委員 碰到的第一件大風暴 翁起會翁院長深陷風暴 我那媒體鋪天蓋地的就來追殺了 那這時候我們的招委 那時候的招委是誰 是桃園的陳學勝陳委員 陳學勝委員他就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他說我絕對要翁起會翁院長到立法院來備詢 後來在這個院會的時候你就看到瘦瘦高高的翁院長 他上台備詢 一樣是一個科學人這樣講話 溫溫漫漫的樣子 針對這些每個人的問題其實逐一回答 但是有時候他實在是不擅長這樣的政治語言 他能夠講的就是我沒有動機啊 我不需要做這件事情啊 你們講的是政治話 我講的是科學話 但在立法院他就是非常的不適應 然後最後很落寞的就坐在一邊 就是告訴我們說我沒有動機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不需要這樣做啊 這是我們對翁院長的印象 那也很高興看到翁院長說 在這一路這樣子幾年之後 法院的判決還他了一個清白 如果今天諾貝爾獎真的是拿到的話 他面臨的是一個蒙上這種不白之冤 你覺得OK嗎 對嗎 我剛剛看到今天聯合報 聯合報都已經轉述 在這一期金周刊怎麼專訪翁企會院長 Delta恭敬在全世界 又看到翁企會所率領的團隊 對COVID-19這個病毒所做的貢獻 他們正在做一個叫做廣效疫苗 廣效疫苗 這獲得國際的高度重視 不只是臺灣之光 全球共同判斷的 不是就是這樣的廣效疫苗嗎 二零一六年 為了許化學獎 已經要頒給他了 五年之後 還是決定頒給他 你可以想見 國際邊度翁企會 屢屢去肯定他 這個團隊所率領中研院的馬車團隊 在研發當中 零到無從無到有 馬車曾經回護中研院 那麼在翁企會回來的時候 當時翁企會跟大家所談的內容 他們都聽不太懂 可是二三十年來 他們對臺灣之塊土地 甚至國際的貢獻 都已經獲得了國際肯定了 現在為什麼 公權力你要繼續惡搞 繼續破壞他嗎 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應該要重視 翁企會所帶領的團隊 這二三十年來 所發揮的影響力 該不該接見他呢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新唐人家 我們再會